在台北有一家60多年历史老字号的文具商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屹立不遥 接着我们带您进入他们极少曝光 也就是制作笔跟硬台等文具的秘密基地 日常生活我们用的笔 盖硬刀用的硬台 许多必须文具原来都来自这一间老字号的文具厂 哈喽 大家好 辛苦了 员工每一大早赶忙盘点出货 走过60多个年头始终如一 看这一只简单的铅笔 它来自后面很多人的心血 那这就是我们的铅笔簿 像这里是制作油蜡笔的秘密基地 极少曝光 一走近发现 每个人埋头苦干 只为成就完美 油蜡笔心 第二个是这张特制的笔 有压线的笔 那经过这一台机器以后 互捡成这种笔 素杆笔 我们所谓的素杆 素杆笔完了以后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成品 我们这一只笔 这三个这四种就成一种产品 想做出品质最好的笔 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从材质到笔心都得细心制作 每次我到工厂来 看了这些所有的步骤 所需要花的这些心思或是人力 在做一个东西 都是非常地复杂 要做好以后 如果是做得很好 做很漂亮 就像一只艺术品一样 就觉得很高兴 就这只蜡笔很漂亮 这只蜡笔很漂亮 把制作文具当成 制作艺术品一样经营 在看似简单的背后 其实多了一份 比别人费时费工的用心 我觉得说我们要做 要把它做好 要做就做好 做好是本来就应该 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我想消费者也是 希望说我们把东西 是好的东西给他们 要做就做到最好 就是这份坚持 让在台湾制作的蜡笔 品质竟然能好到外销日本 让日本的学生也爱不释手 连日本可能也没有的专利权 真是台湾的骄傲 三角追形状的蜡笔 使用卷笔机 手工磨成一模一样的弧度 坚俊美观 又是学龄前幼童 握笔学习的最好形状 那这个就是硬台 那在台湾用的硬台 几乎都是我们的硬台 甚至在譬如说像在 尤其在银行 在学校 跟人家机关 都用的硬台都是这个硬台 然后甚至选取 也是用到我们的硬台 而全台湾几乎所有的硬台 也出自这里 小印尼从棉布 现在进阶到使用金丝棉 再经过加压 才能大功告成 这个经过压来以后 这个油整个都渗透了 很漂亮 这家究竟就是这个 作为文具业 得不断脑力激荡 开发独家生产线器具 挑战突破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永续经营 现在也是有少子化的原因 用的人也少了 市场也变小了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我们其实在想 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东西 还可以做什么用途 或者是我们现有的 这个生产的技术 它还能够用在 什么别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要 真的去思考的地方 毕竟面对少子化的冲击 上往时代的来临 挑战越来越多 因此不止笔的制作 其实就连统一发票的 感热纸也出自这里 其实文具就像 承载着许多人的梦想一般 透过好的笔 好的纸 一笔一画的功乐 陪伴着你长大 步步实现梦想 每一个精彩人生 都在台湾1001的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 让海音慢慢说给你听 别忘了我们下个礼拜 同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